1843年6月1日 阿迪生普瑞特离开了伊利诺州纳府 到夏威夷群岛宣讲福音 并留下了他的妻子路易莎巴恩斯普瑞特 负责照顾他们年幼的孩子 在纳府的迫害家具已至圣徒被迫离开 以及后来他们在冬季营 预备迁移到盐湖谷时 路易莎要面临展开旅途与否的抉择 留下等候阿迪生归来 本来应该会比独自上路来得容易 他两次都向先知百汉洋寻求指引 而他则鼓励他出发 尽管困难重重 他自己也不太愿意 但他每次还是成功完成旅程 起初路易莎觉得旅行甚是无趣 不过他很快就开始乐见绿油油的大草原 色彩缤纷的野花 以及河岸两旁散步的小块土地 他记录着我心中的郁闷逐渐散去 我成了整个队伍中最快乐的妇人 路易莎的故事深深鼓舞了我 我欣赏她甘愿放下个人偏好 并有能力去信赖神 还有运用信心如何帮助了她 以不同眼光去看待自身处境 她提醒了我 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他都照顾着我们 而比起信赖任何其他人或事 我们更可以信赖他 神信任我们能做出许多重要决定 而他则要求我们在一切事上信赖他 当我们的判断或舆论有别于 他对他儿女的旨意时 此事尤其困难 有人主张我们应重新画出 对与错之间的界限 因为他们说真理是相对的 现实是可自行定义的 又或是神实在太慷慨 他并不真的在乎我们的所作所为 学习辨别神的真理可能很有挑战性 所以记住对与错之间的界限 并非由我们来定义 会很有帮助 神已经基于永恒真理 为我们的益处和祝福 而亲自设下这些界限 对神的永恒真理 做出改动的渴求历史悠久 这种渴望始于太初之前 当时撒旦反对神的计划 自私地寻求破坏人类的选择权 歇雷、尼赫和柯利河等人 追随着这套模式 争辩说信心是愚蠢的 岂是无关紧要 而我们无论想做什么都是对的 可悲的是 从神的真理如此偏离 很多时候都造成极大的忧伤 尽管有些事可视情况而定 但并非所有事情皆然 罗素纳尔逊会长始终如一地教导 神救世的真理是绝对而独立的 且是由神亲自定义的 我们选择信赖谁 是人生的一大重要决定 并要冥亡指示祂的人民 相信神 相信祂是存在的 相信祂有完全的智慧 相信世人无法理解 主所理解的万事 幸运的是 我们有经文和活着先知的指引 来帮助我们了解神的真理 在有需要时 神会经由祂的先知 对我们所知以外的事 有所澄清 在我们寻求了解自己 未能完全体会的真理时 祂也会经由圣灵去回应 我们恳切的祈祷 尼尔·安德森长老从前曾教导 有时候如果我们的个人观点 刚开始与主的先知的教导不同 我们不应该惊讶 这些是学习的时刻 是谦卑的时刻 也是我们跪下来祈祷的时刻 我们凭着信心向前进 信赖主 并且知道随着时间过去 我们会从天父那里 获得更多明确的属灵知识 无论何时都很有帮助的事 记住阿尔玛的教导 就是神的话会按照我们 对其所付出的注意力和努力而示语 我们若听从神的话 就会获得更多 我们若忽视祂的忠故 所获得的便会越来越少 直到一无所有 这种知识上的流失 并不代表真理是错的 相反 这表示我们丧失了 理解真理的能力 在加百农 救主给予了 关于祂身份与使命的教导 许多人都觉得难以听进祂说的话 以致他们背过身去 不再和他们同行 他们为何要离开呢 因为他们不喜欢祂说的话 他们信赖自己的判断 并因此而离开 自己放弃的本来若留下来 便会得到的祝福 我们的骄傲很容易介入到 我们和永恒真理之间 我们不明白可以停下 让情绪安定下来 然后再选择如何回应 救主敦促我们 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祂 不要怀疑 不要惧怕 我们专注于救主时 我们的信心便会开始胜过 我们的疑虑 正如迪特乌西朵长老 曾鼓励我们这么做 请你在怀疑自己的信仰前 先质疑自己的疑虑 我们绝不可让怀疑 禁锢自己 使我们得不到 透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而来的神圣之爱 平安和恩赐 正当那些门徒那天 从救主身旁离开时 救主便问十二使徒 你们也要去吗 彼得回答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我们已经信了 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这些使徒和那些离去的门徒 住在同一个世界 也面对着相同的社交压力 但他们这一刻 选择了自己的信仰 并信赖神 因而保有神 赐给留下的人的祝福 也许你跟我一样 有时候在此一选择上 也陷于两难 当我们觉得难以明白 或接受神的旨意时 只要记得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祂都爱我们现在的样子 就会让人安心 祂有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 如果我们向祂伸手 祂就会协助我们 尽管向祂伸手 可能很困难 不过就像救主 对那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说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的时候那样 我们也可以在困境中放声呼求 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尼尔麦四位长老从前曾教导 意志上的顺从 是我们唯一必须奉献于 神祭坛前的个人事物 怪不得汴阳敏王如此 切望祂的人民变得像小孩一样 顺从 温顺 谦卑 有耐心 充满爱心 愿意顺从 主认为适合家住于祂的一切 就像小孩顺从祂父亲一样 一如往常 救主为我们树立了完美的榜样 祂心情沉重 且了解自己必须完成的痛苦事工 却顺从了祂父的旨意 完成祂作为弥赛亚的使命 并为你我带来了永恒的应许 选择顺从神的旨意 就是我们 门徒身份的核心中的一种信心的表现 当我们做出那项选择 便会发现我们的选择权并未被削弱 反而更应有圣灵的同在 作为酬赏而扩大 而圣灵会带来我们在其他地方 无法找到的目的喜乐 平安和希望 几个月前 一位支联会会长和我拜访的 他支联会里的一位姐妹 和他成年的年轻儿子 在教会外艰苦而无情的道路上 流离多年以后 他回来了 在拜访中 我们问他为什么会回来 他说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 而我知道自己需要在哪里 然后我就问他 在自己的心路历程上有何得着 他感慨地分享 他了解到自己需要一直来教会 直到能打破不来的习惯 而且也需要留下来 直到自己真的想留在这里 他的归来并不容易 但当他对父的计划运用信心时 他感觉到圣灵回来了 接着他补充到 我自己了解到神是良善的 而他的道路比我的更好 我为神及我们永恒的父做见证 他爱我们 也要为他的儿子及拯救了我们的耶稣基督 做见证 他们了解我们的伤痛和挑战 他们永不会抛弃我们 且完全知道如何救助我们 只要我们信赖他们 更胜于其他人或事 就可以放心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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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